大家都在问这一段时间到底怎么了 这个天坑接二连三好像是瘟疫一样 会传染的感觉 台南昨天这个恐怖的天坑有够可怕 吞掉了一部车 拖车要来救 自己也掉下去 你得等到了回天灌江才算状况解除 我们就问天坑这样而已吗 不 还有一种是胃不保的怪兽叫饥饿天坑 美国佛州人在家中坐 卧室下面居然出现天坑 把它给吞了 吞掉之后 整整十年找不到到现在 地底底下到底藏着什么样未知的谜团呢 这一次台南建案工地出包的这件事情 透过那个现场画面 真的让他觉得瞠目结舌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只是因为这个黄龙建设公司 有一个这个工地的部分 先出现了天坑 那本来有一辆小货车掉到下面居然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结果大家为了要救这个小货车 他们居然就找起来的 这个大型的这个吊车吊壁 想要把这个小货车给吊上来 结果没有想到 在这个救援的这个过程当中 居然货车 那个大吊车 自己下面的那个土层也不合 你看到有没有 整个的大吊壁往下砸 旁边的货柜被砸翻之后 还有一辆警车在那个地方 就被砸到了 所以很多人就很担心讲说 这个整个的地方 会不会整个地基都被掏空 而且会如果不断下线该怎么办 那现在台南市政府说 我对于这个所谓建设公司的部分 我先开罚27万 而且要求所有的建案停工 而且要把这个土方 先把它回填回去 你看现场那个警察 叫大家不要再拍了 不要再靠心了 但问题是 像这种天坑 你刚刚提到说 我本来是要救援的 结果自己也被陷进去 那下面的洞到底有多大 所以接二连三 一下子新北 一下子双北 一下子新竹 现在换台南 好像一种会感染的感觉 但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天坑是真的可怕 可是还有分档次的 是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种建筑工地 很多人是担心说 你是不是你的工法上面 产生这个问题 但是你知道吗 在美国还有一个叫恐怖饥饿的天坑 为不跑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我这个风景很漂亮 对不对 可是我讲着讲着 你没有发现到画面上面那些树 突然就开始往下沉了 我告诉你 这不是电影客观画面 那个水底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那整个下面 突然出现了天坑 你知道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有没有看到 树整个往下沉之后 水流开始往那个地方下去了 好像往里面吸 然后无底洞一直往里面吸 黑洞在下面吗 你知道像这个 什么沼泽或者是这种池塘 它本来下面的这个 应该是一个实现 否则你水怎么积在那里 没错 但问题是突然跑出一个洞 把水给流下来 甚至让这些树都往下沉的时候 你知道到后来 出现这么大一个洞之后 本来是有很多 这个沼泽上面这个树木 到最后只剩下一些 漂流的树枝 结果有人就讲说 这有可能不是天然造成 是因为旁边有个公司 正在探勘这个沿城 他们认为说 只是你在探勘的过程当中 破坏了整个地址 才早知出现 这个所谓饥饿天坑的状态 天坑底下 大家都问同一个问题 看不到的地底下 到底藏着什么谜团 再来我给大家看到 这个可以说 世纪大抢救的一个现场 这个现场 大家还有新的准备 活生生看到一个人 对着镜头跟你四目交对 一分一秒一分一秒过去 卡在那个地方 能救救到不能救 救到没命了 其实你知道我们在讲 全世界有很多所谓的极限运动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比如像跑酷 这些都是极限运动 可是你知道有一个极限运动 叫做探险 探险什么叫 探险洞穴 这个被称之为 就全世界四大极限运动之一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你进入到洞穴里面 老实讲里面是没有灯光 所以你自己要带足够的器具之外 再来就是你对于洞穴下面 到底有什么状况 你不会知道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如果到这个洞穴里面去 有些人喜欢抢救这种刺激 你看再小的洞 它都要钻进去 而且洞底下面 如果是实体的土也就算了 它有些甚至下去的时候 在下面还有什么水 或干嘛的 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在漆黑一片里面 追求那种快感跟刺激 可是你知道吗 全世界就有因为这种 所谓的追求快感 你看下面都还有水 它甚至下去 我要穿过这个 我要潜水下去 但你怎么可能带非常多的装备 我告诉你 在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 2009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曾经因为做这种 所谓的洞穴探血 而丧失了生命 其实在美国 犹他州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的这种洞穴 很多爱好这个探险者 都会想说往那边去 那其中 居住在犹他州的人 他会觉得说 这个洞穴 这些东西 我常常在看嘛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结果你知道吗 2009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 Jan Edwards的这个人 他就想说 那我也想要到 这个所谓的 这个坑洞里面去探血 结果你可以看得到 他一开始要去的时候 其实觉得说 哎呀没关系 这个地方 我其实也很熟悉 没有什么问题 那其实对于这种洞穴里面 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产道 什么叫做产道 你知道吗 意思就是说 就像我们画面上面所看到 你看到那个坑道 不是都平直的吗 那有些地方 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如果通过 这个很狭小的这个位置 你要想办法钻过去之后 后面干嘛你知道吗 就圆开见明月嘛 很多东西 你就结束掉 结果他当时 他跑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 他就误判情势 为什么 他以为讲说 这个地方 我认为说 他就是个产道 我只要能够通过他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 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你要能通过就OK 你要通不过怎么办 那不就卡在那个 最狭窄的那个地方 当时呢 这个Jan 他其实就遇到这个状况 你知道吗 他本来以为 就是说 我今天只要这样 顺顺顺就过去 好就像画面上面 我只要过去就可以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居然就在最狭窄的地方 给卡住了 但其实他们在从事 这个运动的时候呢 基本上 很多人会也知道说 他还是具有一定的 这个危险性 所以呢 他其实不会说 自己一个人去 他有时候会呼朋引拜 结果他在卡住的那个位置 距离洞孔 大概120公尺左右 你知道吗 那其实对下面的状况 他其实也不了解 那一卡住的时候 他发现他没办法挤挤挤 没办法说 缩骨弓也没办法用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事 他先呼叫 结果呢 他的弟弟啊 一开始是在外面 听到他哥哥在讲说 我卡住了 我卡住了 弟弟想办法就进来 结果看到 画面上面这个样子 他哥哥的头啊 在下面 脚在上面 为什么 因为他往下爬嘛 所以呢 变成是一个 头下脚上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一般人啊 第一个先想到干嘛 你知道 从后面拉嘛 拉他的脚嘛 想办法把他拉出来就好 弟弟当时也做了这件事 想办法去拉哥哥的脚 就后来发现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想办法 要挤进去的时候 整个卡住了 你要再怎么拉 叫他吸气也没办法 你知道吗 弟弟这时候慌了 想到一件事情 外面有很多人啊 我们去外面找人 所以呢 弟弟就出去找救援 你知道吗 当时来了将近 这个上百人 可是因为他 老实讲 因为通道非常狭小啊 他又不是一个大的体积 那个面积 让你可以搭进去 而且你要知道 他要进到卡住之前 他会做什么动作 他会缩小腹 对 他会憋气 也就是说 他能够吸到的空气的 这个所谓起伏的空间 已经大幅被压缩了 还有再来就是说 因为你刚刚提到 他有这些动作 对不对 所以他能够呼吸的这个量 其实也变得非常少 再加上洞穴非常狭小的时候 他们当时啊 就曾经想过非常多的方式 比如说 刚刚不是讲说 他是会在这个位置被卡住 对不对 那我如果这个地方卡住 他说我把这个地方给消除掉 我是不是把洞挖大 他就可以起来 但有这么容易吗 没有这么容易 为什么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因为空间就只容一个人进去而已 你要怎么样大规模 工具要送进去 五万人也一样 大家都是进不去嘛 所以那时候呢 他们就后来觉得就说 那我是不是用拉绳的方式 意思是什么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用几个轮轴 把绳子拉进来之后 想办法 因为我用人没办法拉他嘛 因为我后面人要拉 我也要有足够的空间 才会用力量 那我如果用这所谓拉绳的装置 我把这个源头拉到洞口去 我从后端去拉他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可是当他们要把这些 所谓的拉绳的这些设备 就装好的时候 你知道当时这个匠 已经卡在这个地方 超过19个小时 而且持续不动的动作 是头下脚上多要命啊 是你知道吗 当时的救援人员 甚至想过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说因为那个空间 再加上那身体是笔子 你看他整个是这样 卡在这个位置 他们甚至想说 那我就缩小 你整个人的这个体积 还有人提出一个方法 说那这样好 把他脚折断 把他脚折断 想尽办法缩小 这个体积把他赶快运出来 断一只脚 然后保一条命 好结果当时在架 这个所谓的拉绳的 这个过程当中 本来大家觉得说 我拉绳设备通通都好了 我人在后面 其实慢慢的 也许有机会 有机会对不对 但我跟你讲 其实后来在后面 有个救援者突然发现到 说啪一声的时候 他没回过了 神来自己就先昏过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刚提到 他不是架了很多 拉绳的这个设备吗 居然绳索断了 绳索断了之后 反而救援者 是也出现问题了 好结果大家想说 你想想看 我这边的一个人 卡在这里 那我今天要多一个 救援者卡在这里 我再多一个救援者 卡在这里 我整个冲到里面 连路都是入障了 结果你知道吗 当时后来发现到说 这个救援者不是昏倒了吗 昏倒了想办法 再把他脱出来的时候 要再派人再进去的时候 这整个过程中 来来回回 花了27个小时 到最后一个救援者 终于抵达 这样被卡住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回报了一件事情 他没有呼吸了 他心脏就停了 死掉了 等不及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名为产道的这个 极限运动 要钻过去这么窄的 一个洞穴 都会要了你的命 那更不要讲 千奇百怪 地底下到底还有什么 我们给大家看 居然地底下的这么深长 我形容的是另外一个小宇宙 居然可以大到吞掉 一座巴黎铁塔的天坑啊 我们现在讲的天坑啊 基本上定义就是说 原来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实体的 没有洞 突然跑出一个洞 所以大概用天坑来形容 你知道在智利也曾经有发现过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被称之为叫做神秘的天坑 你知道他整个的那个直径 超过200公尺 你知道 你在画面上面 如果跟旁边那个道路再比起来 就会发现那个洞有多大 好大哦 他们用那个比例下去量的时候 居然发现到说 我刚才讲 他那个比例啊 他号称说可能连凯旋门放进去 都还可以掉进去啊 而且你仔细看 刚那个空拍图的那个圆形 像不像是一个半径 100公尺圆归画出来的真圆啊 而且非常的圆 对不对 当时呢发现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它直径才25公尺 那有人讲说 它的深度非常非常深 你知道 但问题是 你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现在可能就开始在质疑讲说 是不是因为它旁边 其实有矿场 那我们讲矿场有分 一种是露天矿场 我露天开采就可以 但有一种是 你要往地底下面下去挖嘛 但你越往下挖 越往下挖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你是往下挖 上面看起来是实体的土 但问题是 你当你下面空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承受不住增量 就把它往下压下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认为说 智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天坑 很有可能是旁边那个 彩虹的那个矿场 所造成的啊 五期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 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给他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扣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